幼时 长渡三国 那是年少 痴迷五虎上将的勇猛杀伐 最新军事的运筹帷幄 独独对史智匡扶汉史的刘备迫感不屑 总觉得太怂了 一会哭 二会跑 十分窝囊 用今天的话讲是怂货 软淡 娘娘腔 总以为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 戴三尺剑 力不施功 死则死矣 有甚好哭乎啼啼 如今 年届不惑 重渡三国 恍如隔世 每读到刘备落泪处 昔日嘲笑轻蔑 竟全不复存在 齐情齐景 感同身受 不正是人事百尖之真实写照吗 汤过千山万水 月尽世沧桑 如今方懂玄德之哭 一 刘备喜欢哭 是因为心性弱吗 还有人说 那估摸是因为心性软弱 不够坚强 说白了 泪点低 貌似有理 但再三推敲 还是大错特错 自184年桃源三解义 此后二十多年 刘备半世颠沛流离 屡遭惨败 不断逃亡 数次性命几乎不保 似师妻子 但其匡扶汉式的革命理想 使之不语 毫无动摇 破黄金有功 却只受个县位 反倒丢了兵权 不久又遭通缉 暂领徐州牧 好心受了吕布 被反咬一口 青梅煮酒 命悬一线 为己便遭徐州大败 丢了老婆兄弟 匹马投青州 依附刘表 月马谈息才套过一劫 后来弃心也 走当阳 正是细细如漂泊之瓶 惶惶如丧家之犬 再乱地盘实力 自二十来岁桃源三结义 一直到四十七岁孔明出山 常年无力追之地 得荆州 方波云见日 绵更二十载 他屡败屡战 历久弥坚 无数次从头再来 心智愈挫愈强 这岂是软弱之辈 其见人不拔之志 一个细节便窥之 吕布夜袭徐州得逞 众皆失色 玄德轻描淡写一句 得何足喜 失何足忧 二 刘备喜欢哭 是因为谋略差吗 有人又说 那估计是因为没啥谋略 心无底气 硬不起来 但仔细丝绸 仍是大错特错 刘备谋略之高 笔之卧龙凤厨虫 虽不如 却也非同寻常 首战黄金军 刘备不过区区数千人马 为官章曰 贼众我寡 必出骑兵 方可取胜 次日 命官章各营一千军符号 自营一军诱敌 果然 以少胜多 兵涛出现 千万别以为只是知习范吕之徒 他可是金学大师郑玄 卢职的门生 即便创业初期 巨无定所 地盘为零 却能于乱世之中安然辗转 尤其在曹操帐下全身而退 还赚到了皇叔 仁君之名 没点纵横败和超时之才 绝无可能 又试想 官章何等英雄 一个自视甚高 一个己要不逊 均能以帝 以臣俯首听命 驾驭谋略更非常人所及 带到龙中队 天下三分悦然直上 凡是一介凡夫俗子 岂能领略着王图霸业内中玄妙 所以天下还不是三国时 草操青梅煮酒 就冻若观火 经天下英雄 为始君与曹二 三 刘备喜欢哭 是因为武功低吗 有人说 刘备喜哭是因武功差 胆力怂 战场单挑 冲锋陷阵 斩低首级探囊取物 没他啥事 整一个文人形象 但仔细印证 才觉大错特错 刘备武功之高 远超人们想象 论武功 第一想到五虎上将 官章 赵马皇 想到吕布 徐主 张辽 太史词 黄盖 刘备算老几 三国对刘备武功描述 只辽落几比 却惊心动魄 与上述诸将比 直高不低 桃源三结义 斩黄金 是刘备灰军冲杀 最频繁的几回 兄弟三打造兵器 刘备自配双骨剑 俗称鸳鸯剑 能跨马驰骋 双手使剑 且自带双手过膝剑克天赋 剑术之高 可想而知 第二回 帝宫将军落荒而逃 玄德发剑 重其左臂 张宝待剑逃脱 第二次回 许田打为天子命骑射猎 呼草中赶起一吐 玄德射之一剑正中 搅得天下大乱的 黄金军二把手 动若狡脱的速度 快 体型巧的野兔 竟被一剑击中 称之神射手 亦不为过 带到三鹰战旅步 张飞挺巴掌蛇毛 战五十回合不胜 云长随机舞 青龙音乐刀杀入 又战三十回合 依旧不计 魏忌关头 刘备擒双骨剑 挟刺杀入 三人围攻三国第一猛将 转灯般厮杀 吕布这才招架不住 循庆奔走 三国战力最高的武将厮杀 玄德出马方扭转战局 试问 倘若武功低威 岂能抵挡方天化己之一戳 武功 谋略 心智斗不差的玄德 却以喜哭闻名 统关三国 刘备关键之哭大致有四 一是爱财之哭 继身公村赞出使 玄德见了赵云 直守垂泪 撒泪而别 有了武将还需谋事 好不易叙述相助 却被曹操转去 刘备大哭泪如雨下 送了一城又一城 这才有原职走马见诸葛 乃至旁统 奉死落魄东 忘惜痛哭不已 白帝成脱姑 更是扶孔明辈泪流满面 如此己哭 文臣劈甘力胆 武将甘冒使师 无不甘恼徒弟 不管多么落魄 身边始终有人誓死追随 青山不改 二是义气之哭 对百姓自然没话说 曹操来宫 玄德明之不敌 仍不弃 金香十万军民 数次大痛 哭告 赢得天下明星 对兄弟 临长败走卖城 得知恶号当即哭倒于地 随后一日哭绝三五次 三日水浆不尽 泪十一惊 斑斑成血 张飞遇害 亦是放声大哭 昏厥余地 三是志向之哭 在刘表初避难的那几年 相对安宁 有酒有肉 他上个厕所 归来却流泪 日月蹉跎 老将质疑 而工业不见 是以悲耳 所以星期级慈赞 求田问社 怕因修建 流浪才气 这是刘备为志向 理想而哭 刘备的理想是什么呢 这是很明确的 三国开篇集交代 第一回介绍刘备时说 那人不甚好读书 性宽和 寡言语 喜怒不形于色 素有大志 专好结交 天下豪杰 这里说的大志指的是什么呢 后文接着写道 玄德幼史 欲乡中小儿 细于树下 曰 我为天子 当成此车盖 叔父刘元起 齐齐言 曰 此儿非常人也 这里就很明确地 写出了刘备的理想 我为天子 他是想当皇帝 有人说 这是他小时候的玩笑话 不作数 好 那么再来看看 他长大后的表现 在桃圆结义的实验中 三人的共同目标是 上暴国家 下暗离数 心腹汉室 这就很明确地确立了 刘备的理想 孩子往往把真话 心里话赤裸裸地说出口 成人却要把心里话 做一番包装才说出来 玄德幼时说得多明确呀 我为天子 成人后就变成了 上暴国家 下暗离数 宏大而模糊 但核心还是 我为天子 四是悲悯之枯 动无迎亲被软禁 常对孙夫人 暗暗垂泪泪如雨下 博得娇妻 背轻弃国 鲁肃三讨荆州 玄德一口鸣计策 一开始还指示 颜面大哭 带得一番言语 触动中场 真个垂胸顿足 搞得宽厚 长者子敬胸 屡屡无功折返 这几次悲哭 看似全目作为 但玄德念及 命途多舛 漂泊无根 既然离下 悲从中来 哭到后来 那是真伤心 假戏真做了 所以清初学者 毛宗刚说 先主从来善哭 先主基业 伴以哭而得逞 民间一游艳 刘备的江山 是哭出来的 人到中年 在独三国 方物创业艰难 方懂人事不易 一部三国 简直就是掉 死玄德的逆袭史 天下大乱时 刘备不过草根一枚 无非摘了点姓流的光 而曹操乃世家官患子弟 孙权三代坐镇江东 司马懿更是世家豪族 比起官二代 创三代 恩父代们 刘备起点最低 但又怎样 这丝毫没影响 他一生 匡扶汉时的志向 汉末乱世 群雄争霸 尔虞我诈 若有强识 刘备是典型的弱者 没地盘 没经费 没人买 没背景 偏偏少有大志 强劝加奉求生 存谋发展 谈何容易 他绑过皇家豪门 投过地方诸侯 数次跳槽 就死一生 他卑秘却不屈命 年界之天命 仍一往无前 数十载 出心不改 牢记福利 壮心不已 他经历过 无数次低迷 失败 惶惑 痛楚 煎熬 停滞 甚至倒退 但就像达布斯的小强 一次次绝境逢生 杀出一条血路 最终逐路中原 三分天下 他靠的是什么 是哭 又绝不仅仅是哭 不少人评论 刘备善哭 让他背上 怂软甚至伪善的锅 那是真没懂玄德 他的哭 每一次是因为失败 每一次是因为软弱 每一次是因为惧怕 每一次是因为灰心丧气 他的哭不是怂 不是伪 反而是一种奋起抗争 一种仰天长笑 一种天地至真 一种人间至情 一种悲天悯人 一种不甘屈命 他的志向之大 志气之高 意志之坚 堪称古今创业者的典范 年少直到刘备怂 中年方将玄德懂 人生不如一时十之八九 活在人是不易 养家糊口不易 创业成是更不易 我们也是草根 甚至连姓刘的优势也没有 我们创业 就要么停滞空想 要么半途而废 要么遇挫折返 从此怨天尤人 悲叹使运 但诗文 我们能有他那般 千锤百连不回头 百折不挠 不低头的干劲吗 我们也会流泪 但愿每一次流泪 都能让我们更加强大 对爱哭的刘备 你怎么看 有什么感悟 一起分享吧 优优独播剧场——